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您对家园的走高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呢? 我认为家园的走高首先要归功于加拿大通胀率的改善 之前过低的通胀一直是加拿大央行担忧的主要因素之一 目前加拿大通胀率已经连续三个月高于之前的预期 这对央行加息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 不过我个人认为提前加息的到来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另外关于美元加元在未来一个月的走势 我做了一个预测 我认为价格将会要来到1.12的价位左右 并且上下浮动的空间并不会很大 您认为在三个月内该货币队会来到1.14的价位 可否告诉我们您的理由? 是的 我认为美元加元货币队在三个月内将会要来到1.14的原因是 基于对加拿大经济前景的信心 我认为加元将会继续上涨 我预测六个月内的价格将会在1.15左右 而三个月内将会在1.13到1.14左右 您刚刚说在六个月内的价格将会在1.15左右 您认为对于加元的走势还有其他的因素值得关注吗? 是的 对于该货币队在未来六个月的走势 我们需要关注的首先就是通胀率 我认为通胀率是加拿大央行最为关注的数据之一 加拿大央行曾经说过 他们的货币政策会绝对地遵从透明和公开的原则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通胀率持续上涨 并且达到了2%的目标 我们将会看到加拿大央行在2015年采取相应的措施 反之 如果通胀率没有达到目标 那么利率仍然将会被维持 至少到2016年才会看到变动 此外我认为就业率和贸易水平也是值得关注的数据 感谢你的参与 贾拉特 更多独家的经济访谈尽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下次见